我跟她住在一起 你说我跟她什么关系 安心 下班我们能不能去你家玩啊 我可以做香锅跟你们吃 我可以打下手 要不然改天吧 改天做什么都可以 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呀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 孙徒经理 一起啊 好 没 安心家住挺远的 是 这块我都没来过 对 我也没来过 安心现在也不堵车 安心 你跟谁聊天了 没有 我再看时间了 别玩手机了 我们一起聊天了 对啊 好 我同事要来家里 快走 我都没来过 到了 就这样 好 欢迎来的女人 您您等了很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爸 请问 爸先生 你和安心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住在一起 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 我跟他住在一起 那第二天 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的老师 都在一起 他已经做到了 如果他现在就在一起 是什么关系 那我们还是说 他说什么关系 我已经说什么关系 我估计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把他交给了 我说他的关系 我说他就把他交给了 我说他交给了 而且不是所有的私生活 都要跟同事分享的 对吧 对 对 阿卡都斯鲁普雷 对 一点小心意 麻烦大家在工作上 多帮帮安心 毕竟她是个小糊涂 被人骗了也不知道 小事 狠自受不了 注意安全 好 阿姨 那个 你男朋友还有没有朋友单身啊 我回去帮你问问吧 可惜我一年早婚 已经没机会了 贴心又愣 关键是长得帅 你说这么好男朋友 你哪儿见的呀 就是吧 有点傲慢 你看我们走了 都不来送你一下 人家坐长途飞机 可能太累了 阿姨 你晚上回去 可得好好照顾人家啊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谢谢 不客气 我 我不是让你躲起来吗 然后呢 然后你躲起来 等他们走了之后 你再回来啊 你躲得过这一次 下次怎么办 你刚才那几个同事 摆明不就是想你难堪 那有什么办法 躲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态度不见低头见了 刚才那个长得像冬瓜一样的男人 是不是上次给你送花那个 冬瓜 人家叫杜明 那国外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什么国外的男朋友啊 那就是我的一个挡箭牌 我要是有的话 我让你躲起来干什么 那你可以明正言说 用我这块挡箭牌了 怎么样 是不是 放不上放不下 确实是 哦 对了 你怎么会懂这么多啊 而且又是买香食 又是准备西餐 钱从哪儿来的 你又中奖了 多少啊 这里面还要二十万 你拿着吧 还剩多少 两百 两百 就剩两百了 你生气了 你生气了 没有 这卡本来就是你的 而且钱也是你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没生气 我睡了 我睡了 钱花都花了 再说了 这钱又不是你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话也不是这么说 这怎么说也是 灰灰了一笔巨块 再怎么说也太浪费了吧 对啊 我就说不要 我睡得了 等一会儿 再衹 我跳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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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趾 快点 拿着 有这么好玩吗 还行嘛 你要不要试试 大可不必 你脸色那么差 还在生我的气啊 当然没有了 我当然没有生你的气啊 那你要没有的话 就来试试这个程序 你啊 来 喜欢吗 喜欢 你以后画画呢 就用这个程序 即使发生意外 你也不能担心画稿会消失 它会自动保存在里面 你也不能担心 我突然好像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那你说说看不是干吗的 又这么会玩电脑 平时又神神秘密的 你是黑客 你想多了 现在还剩我的区吗 还生气吗 还生气吗 还气吗 我 我困了我要睡觉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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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